Hello everyone, today we will start learning unit 5 今天我们要开始学习第五单元的内容了 那么看一下第五单元的题目是什么呀 I like those shoes 我喜欢那双鞋,shoes表示鞋子 那么I like those shoes 我们在什么情景下会说这样的话呢 一般可能说在购物的时候,对吗 看到了这双鞋,我们跟自己的家长说 爸爸妈妈说I like those shoes 那么我们就想到这单元我们可能要学的是一些关于shopping 关于购物的单词 那么也关于这个shoes,关于衣物的一些单词 好,那么首先看一下今天的学习目标 第一点复习一下表示天气的这个句型 It's a hot day 那么还记得我们之前是学的什么呀 It's hot today 那么老师一直说还有我们可以怎样去表达 It's a hot day 可以这样续说 那么第二点是学习询问物品位置的句型 位置我们怎么说 Where 还记得Where are you from 对吧 那么用where 询问我的一个什么东西 那我们说 Where's my new t-shirt new是新的的意思 一个新的 T-shirt 我们还记得shirt是衬衫 那么T-shirt T字型的一个shirt是短袖 T-shirt衫 那么Where's my new t-shirt 答案是It's over there 我们可以说It's over there 在那里 那么第三点呢 就是学习一下起始句 Put on your cap Please 其实这个我们之前上个单元有接触到 一句话是Put on your shirt Please 穿上你的什么什么好吗 那么就是请你穿上什么 好的 那么是一个没有主语的起始句 表达标求和命令 最后一个学习新的单词 这个新单词呢 是关于我们的 衣帽 还有鞋 这些物品的 那么是什么呢 cap hat T-shirt 所以今天的学习重点呢 第一个就是在于询问物品位置 Where's my something 比如说Where's my glass 我的杯子去哪里了 然后还有 It's over there 是回答 比如说他就在这里 It's over there 那你也可以说 It's over here 在这里 There呢 和我们说 that是一样表达远一点的地方 那么如果说 It's over here呢 就是在这里 那么表示近一点的地方 和我们说 this 是一样的一个距离的表达方式 第二点 Put on your cap Please 请戴上你的帽子 那么put on 我们说过是 穿上 戴上 最后 需要记得 和拼写的这些单词 cap hat and T-shirt 我们看一下cap和hat 那么他们俩呢 其实都是帽子的意思 对吗 那么都是帽子 他们有什么区别呢 好 我们会在这个课文中 来学到这个答案 So let's read and find out 看课文 看一下这是在一个什么地方 这是在家里面 对吗 然后这边有一个柜子 这边有一个window 在窗前 我们看到窗外呢 在这个外面的这个草地上 晾了很多件衣服 我们说 这一件我们叫什么 这是一条牛仔裤 牛仔裤我们叫 jeans 那么再看这一件 这一件是一个短袖衫 我们叫它什么呀 叫T-shirt 最后这个 是比牛仔裤短 比牛仔裤短了很多 它也是一条裤子 我们叫shorts 叫短裤 好的 那么看一下 他们之间的对话 It's hot today Mom Where's my new T-shirt 今天很热呀 妈妈 Where's my new T-shirt 表示我的T-shirt衫在哪里呀 放哪里了呢 妈妈指了指 外面挂的这些衣服 说 It's over there 它在那里 那我们想一下 如果说 这个东西 就在他们的这个柜子上 离他们很近 那妈妈该怎么说呀 她可能说 It's over here 就在这里呀 好 那么我们 记一下 T-shirt T-shirt衫 短袖 下面一个 妈妈拿了一个 我们看到这是什么 这是一个帽子 一个cap 还是一个 戴一个盐的帽子 对吗 那么 Peter Put on your cap Please Peter 请戴上你的帽子 那么 Peter说 好的 Thanks mom 谢谢妈妈 具体来看一下 第一个 天气很热 It's a 什么什么 day It's a hot day Mom 那么 我的 新T-shirt衫在哪里 如果你想问 用这个 where's句型 可以问出什么呀 还可以问 Where are you from Where's my pen 我的笔在哪里 Where are you from 你从哪里来 Where呢 就是表示哪里 那么 It's over there 他在这里 Over there 就是在这里 我们也可以说 over here 就在这里 那么 It's over there 可能用的是 常用在离我们 稍远一些的物体上 It's over here 用在离我们 较近的物体上 那么 Peter Put on your cap Please 请戴上你的帽子 那么 Peter说 Thanks Mom 谢谢 妈妈 好 那么 回到我们刚才 最初提到的一个问题 Cap and hat What'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cap and hat 那么 Cap和 Hat之间 有什么 区别呢 那么看一下 同样是帽子 Cap 我们可以具体翻译为 鸭舌帽 或者棒球帽 它是一种什么样 这样子的帽子 它是带颜的 对吗 再看一下 Hat Hat是什么样的帽子 我们看到在这里 是这样 看到一个很美的帽子 它上面是 有一个完整的 一桌的帽颜 我们说 这种帽子 我们要叫它 Hat 好 那么 注意区分 这两种不同的帽子 如果以后 我们说到 Cap呢 就是棒球帽 说到Hat 就是这种 偏女士的 这种 比较美的 带颜的帽子 下面呢 就是赶紧来 做几道题 答案是 It's over there 在那里 那么 问的应该是 Wear 对吗 我们看到 There是 表示一个地点 那么问句 应该是问地点 问地点 就是Wear 好 我们看一下 哪几个选项 是Wear开头的问句呢 第一个是 Wear Are you from 这个是 你来自哪里 并不是我们要的选项 对吗 第二个是 Where's my new t-shirt 我的 新T恤衫在哪里 那么 这个就是我们课文中 这句话 所以很显然 应该选择 B选项 第三个选项 是 What's开头 最后一个选项 是 Shall开头 我们说 可以 把它们排除掉了 但它们的意思 我们需要掌握 What's the time 现在 时间是 几点钟 最后一个 Shall we go to the zoo 我们可以去 动员吗 好 但是这道题 我们选择的是 Wear's my new t-shirt 选择 B选项 下面一道题 根据图片提示 来写出正确的单词 完成句子 今天天气很热 让你戴上一个什么呀 穿上 或者说 穿上一个什么呀 It's hot today Put on your 什么 Please 我们看一下图片上 这个小男孩 他穿上了什么呀 他穿着 He's wearing a t-shirt 所以我们说 这里应该让我们 填的是 今天很热 所以可以穿上 你的短袖衫了 可以穿上 你的t-shirt了 对吗 答案就是 T-shirt 看一下第三道立体 汉音音 问的是 我的帽子在哪里 好 那同学们一看到 哪里 就要先写下 一个词是什么 Wear W-H-E-R-E Wear 那我的帽子 可能有两种翻译 是吧 Cap或者Pet 那么都可以 所以 我的是 My 那么 Where is my Cap 当然你也可以说 Where is my hat 这里没有限定 是哪一种帽子 好 最后呢 我们来归纳一下 今天学过的内容 第一个重点 就是 Where's 我们可以用 Where's 来问出很多的 问题 比如说 Where are you from Where's my pen 我的铅笔在哪里 我的笔在哪里 那么 答案可以是 It's over there 在那里 也可以说 It's over here 在这里 当然 如果说 有人问你 Where's my t-shirt 我的t-shirt 扇在哪里 你看到它 就在沙发上面 那你就可以说 It's on the sofa 你可以说 It's on the sofa 就在沙发上面 好 那么第二个是 Put on Put on something please 我们说 Put on 是穿上 On 表示在上面 这个一个词 那么它的反义词是 Off 所以我们说 Put on的反义词呢 就是 Take off Put on是 穿上 Take off是 脱下 比如说 天气很热 我们可以说 Put on your t-shirt please 穿上你的 短袖衫吧 到了屋子里面呢 冬天的时候 到了屋里 你可以把大衣 脱下来了 就可以说 Take off Your coat Please 好 那么最后呢 我们要注意 这几个 需要我们拼写的单词 首先 T-shirt T-shirt 我们知道 shirt是 衬衫的意思 那么 T-shirt 可以说是 T字形的 衬衫 那么有点像 T的衬衫 是什么呀 就是我们的 短袖衫 好 那么 T-shirt 还是一个 一个音译 过来的词 在我们中文里 叫做 T-shirt 是音译的 我们之前还学过 哪些音译过来的单词呢 还记得 水果里面的 kiwi fruit 奇异果 还有 lemon 柠檬 那么还有 芒果 芒果和 巧克力 chocolate 都是音译过来的 那么 最后呢 要注意区分 这个 cap and hat cap and hat 大家想到cap的时候 就要想到一个 戴了一个 岩的帽子 就是鸭舌帽啊 棒球帽 看到hat 就要想到一个 有一圈岩的帽子 一个很美的 戴着胡迪结的 那个帽子 就是hat 好 那么 这三个单词呢 我们回去之后 要注意它的拼写 那么 今天的课 老师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